爆发于今年9月27的纳卡冲突 经过近两个月的熬战 11月10日 当时双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 与俄罗斯签署了三方停火该协议 俄罗斯向纳卡地区派出维和部队 监督停火协议的贯彻执行 据俄媒报道 目前该地区战火基本已消弭 社会秩序正在恢复当中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近日有印度媒体声称 克什米尔恐成下一个纳卡 据印度媒体亚欧时报网站报道 土巴准备联手 由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 指挥官阿布·阿姆沙 日前向其控制区内的部分民兵 放出消息 安卡拉希望派遣一支雇佣兵部队 前往克什米尔 参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 并要求请拟定一份志愿者名单 初期每人将得到2000美元的报酬 虽然不多 但是足以解决温饱 土耳其之所以计划向克什米尔派兵 主要原因是总统埃尔多安 一直试图扩大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南亚生活之大量的伊斯兰教众 其中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和克什米尔地区的 绝大多数民众 信奉伊斯兰教 而阿尔多安向来以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自居 南亚地区是土耳其影响力 必须到达的地方 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沙特占据伊斯兰世界的统治地位 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无人能及 而阿尔多安就是要挑战沙特 除宗教因素之外 在克什米尔争端中 土耳其一直站在巴基斯坦一方 这点是巴基斯坦中东地区 盟友沙特和阿联酋等国无法给予的 同样在打击库尔德武装力量问题上 巴基斯坦也非常支持土耳其 2019年10月 土耳其军队发动和平之权行动之际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涵 便支援土耳其总统阿尔多安 声称支持和平之权行动 另外 土耙两国的军事合作关系 也日益密切 2017年5月 巴基斯坦向土耳其采购了 4艘岛籍轻型导弹护卫舰 2018年又订购了30架T-129武装直升机 对于纳卡冲突 其实巴基斯坦和土耳其 以及阿塞拜疆 早在2017年 便构成了一个三边机制 互相支持 在此次纳卡冲突中 阿塞拜疆军队之所以有恃无恐 取得最终胜利 守不了土耳其的鼎力相助 虽然巴基斯坦 没有直接向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援助 但其在立场上 一直支持阿塞拜疆 据印度媒体报道 阿塞拜疆取得纳卡冲突胜利之后 在其首都巴库举行的庆祝活动中 就有当地民众 手持巴基斯坦国旗 眼下克什米尔地区形势十分复杂 印巴两国关系跌入冰点 克什米尔时空线附近的两国部队 更是摩拳擦掌 整个带弹 如果再有第三方势力介入 变成下一个纳卡 也不是没有可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